欸咻 看一下我是怎麼對焦模式 喔 關了又超暗 我要學黑語 哈囉 觀眾大家好 我是 喔 本尊不想理我 自從上一支影片之後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船上了 那我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些 關於這艘船的 感想吧 首先先跟你們分享我們去便利商店真的是撈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回來 剛剛在便利商店 我有拍一些片段給你們看 為了應付在船上 沒有什麼東西好吃的 我們要來這邊收刮糧食 我是說 他們的便當也都是 每個都看起來超好吃 這一次我要吃哪個便當才好呢 哇 又是你每次都一定會吃玉子燒耶 這邊喝一個 琉球咖哩 裡面看起來很奇怪 不知道是什麼 我家路上就在吃 這個很好吃 喔好 我有試過 這個我吃過 我知道那個豆干超好吃 我帶餅乾 餅乾這個看起來好像不錯 厚切 午後紅茶 咖啡 科爾比斯 巧克力 麵包 它這邊這邊寫的是 琉球咖哩 然後不曉得是不是這邊限定的東西 然後還有其他的零食 是我背著今天晚上要吃的 全家的餅乾 估計大概10點 10點左右我就會開始想要吃零食了 這兩個是黑魚買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準備要煮啦 不過這邊這個我之前有煮過 它裡面有一片很厚的一片豆皮 就是你們上面看到的這一個 這片超好吃 買這碗基本上就是為了這一片 另外一個是麵包 裡面應該是巧克力 黑魚每次都要買這個 蟹肉棒 每一次到便利商店 他一定會買玉子燒 然後這個也是黑魚買的 有沒有發現黑魚買的東西 就是非常的甜 然後 就是吃了感覺很肥的東西 很可怕 再來是現在已經8點了 差不多該吃飯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這個 到底好不好吃 其實晚上 納悶它裡面有一些配料 到底是咖哩醬還是肉塊 來 最主要是這邊這一坨 這一坨我真的不知道是 是咖哩醬耶 我以為是肉塊 不 所以這是一份沒有肉的 咖哩飯 好啦我來吃吃看 它這個裡面有紅紅的 這個應該是 不曉得是辣椒還是青椒 在這個上面 然後這個應該是 苦瓜 哇 救我真的是苦瓜我的天 然後這邊還有南瓜的部分 南瓜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毛病 有南瓜 然後還有蛋 你看它這裡面真的是 一點肉塊都沒有 它真的全部都是咖哩醬 我真的一直以為它是包著 包著肉 就是咖哩醬包著肉 因為我們沿路走過來 它也沒化開幹嘛 就稍微有什麼東西在位置而已 不過我不曉得是因為我拿回來太久了 已經乾掉了還是幹嘛 就是 有點可惜就是 其實每次來日本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們的便利商店 真的很值得一拍一吃 便利商店 還有一個叫什麼 他們的熱食區 我覺得很厲害 我可能明天去拍吧 就是那個什麼 已經炸好的跟烤好的肉串了 真的很猛 然後我想要邊吃邊跟你們分享 為什麼 我們明明在郵輪上面 但我們不到郵輪的餐廳去用餐 寧可去買一堆便利商店的東西回來 我們不是為了拍片才這樣子做 因為 如果在郵輪上面餐廳 很好吃很好拍的話 我們在郵輪上面拍吃了就好了 我們幹嘛特別跑去便利商店買吃了回來 是不是 我接下來就要跟你們講 這兩天 到現在算第二天 我在郵輪上面其實算是 非常非常的痛苦 黑羽是物理上的痛苦 因為它還會暈船 首先是關於吃的部分呢 整艘船上面 它可以讓你 就是免費用餐的 就是自助餐的buffet 但是它的buffet真的是 我不曉得是因為這艘船它服務的對象有非常多的中老年人 除了我們之外 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團大團的 長輩團 那可能為了要 讓他們吃的稍微清淡一點 口味都不會調的很重 就不論它看起來像是牛肉啊 還是什麼 糖醋雞丁 它就算你糖醋 魚排 你淋了那個糖醋醬上去 吃起來味道 還是非常非常的淡 那有趣的事情就來了嘛 如果你不想要吃 自助餐buffet的餐點 你可以去吃吃其他餐廳 沒錯 船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餐廳 大概除了我們吃的那間還有三間四間 也有咖啡廳 也有bar 也有 然後我做的餐廳有牛排的 義大利麵的 中式的都有 可是 除了那間buffet之外 其他的餐廳的餐點 全部都是要在額外付費的 就是差不多20美到30美起票 簡單來說你吃一頓 點個最簡單的餐點 你就是差不多900台幣就要困掉了 那這對我來說就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應該說我來這趟旅程的時候 我本來就沒有預計要在船上進行 過多的消費 但是餐點這樣子 餐點你不想吃自助餐 因為真的太難吃 但你又吃不了 你又不想要花錢吃 每一頓都差不多900台幣的餐點 它又沒有維持在中間值的餐點 可以讓你點 比如說我想說那我去買便利商店麵包 總可以吧 沒有 船上並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關於吃這件事情 我們就決定 上船之前 去便利商店搜刮一堆東西來吃 這邊給你們分享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船上 它有擁有哪一些設施的部分 那餐廳就在這個上面 自助餐就只有下面這個 我們有吃過 那這邊有三個呢 它上面有用特別不一樣的顏色表記 那原本是講說它在這邊就是 白天時段是要付費的 但是宵夜時段是可以免費提供餐點的 然後這邊的SPA呢 SPA當然也要付費的 然後下面這邊有個按摩池 我想說那我去按摩池 泡泡按摩池總沒問題吧 抱歉按摩池是有開 但是按摩池也是要付費的 那更別提下面有很多是Shopping啊 或是去Bar啊賭場啊 從這邊開始我想要補充說明一些我前面提到的事情 這趟行程結束之後到今天 其實我有去查了一下 我發現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種訊息落差 就是我在當下得到 包括我打電話問客服的時候 他跟我說需要消費的事情 可是我在網路上查一些人的網誌 他們是說不需要再額外進行花費的 那基本上我在實際上到達郵輪之前 我能夠得到的資訊 就是由這本旅行社提供給我的資訊 那有一個部分我比較確定的就是 有一個叫做 波堤切粒藝術餐廳 之前你們看這個表格之外 他旁邊還有一個非常 寫得比較詳細的 上面才有特別提到說 早餐時段這個藝術餐廳是 自由入席 無固定座位 然後午餐時段也是自由入席 無固定座位 只有晚上才有晚餐制度 這個東西就是 我看肉的部分 除了自助餐之外 其實這個藝術餐廳 也是可以免費進行用餐的 不過額外的餐廳 就像我說的 牛排餐廳 或是義式餐廳 Pizza Bar 還有什麼拉麵 那些就都是要付費的 然後上面有提到一個 晚上可以進行免費的 宵夜提供的部分 他其實實際上 你到餐點的地方 還是在 自助餐那邊 而且我不確定那個到底是不是 他上面寫的 所謂的拉麵 我跟黑羽也有在現場問工作人員 他們只告訴我說 這個東西 已經是舊版的了 現在新版的已經不提供 上面某些服務了 所以 我不知道到底是 臨時船上的服務更改了 還是旅行社並沒有即時更新 就是有哪些服務的項目 造成 至少在用餐上面 我們遇到了 這些問題 你在船上有非常多的東西 都是需要用這些項目來去享受 不然的話 就是 看表演 基本上看表演 我是沒什麼太大的興趣啦 在這邊補充提供這些資訊給你們 然後我這邊還要特別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 他的網路 我這邊放一張圖片 就是他的網路的費用是怎麼樣計算的 原則上來說 在船上只有 因為他走的是衛星網路 所以我當然也不能 奢求說他的網路速度多快又多快 但是他的WiFi呢 有兩種方案 一種是App方案 就是你只能使用 他規定要你使用的App 比如說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是可以用的 再來呢 WeChat QQ 沒了 我們最常使用的Line 在這個方案裡面 也是不被包括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Line的話 你就要用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一方的網路方案 不過1G就差不多要900塊台幣 你要不要用 就 看你自己啦 我是用App方案 我跟大家講說 接下來我可能就都會消失 要敲我請用IG或FB敲我 我一開始在選擇使用的時候 是使用App吃到飽的方案 就是4天3夜 差不多18美金左右 所以在這段期間內 如果在船上在航行的時候 我都是用IG的私訊盒 或是FB的私訊 來跟我的朋友 或是其他人進行聯絡 但是在最後一天的時候呢 我想說上船了 再來起航 終點就是在基隆了 我想說 我就不想要再跟大家斷訊 失聯了 我就買了250MB流量的 這個杯率方案 那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其實250MB 真的非常快就消耗完了 你可能爬一篇文章 多圖兩張圖 它MB就一下子 衝到60 70 這還不打緊 當我在大概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我250MB用完了 我原本想說好 我用完了這個方案之後 那我就是會回到我的App 吃到飽方案去使用 對不對 抱歉 並沒有這件事情 你買了App 方案之後 你要額外買了250 流量之後 它並不是 疊在一起 這個結束之後 你會繼續恢復 它是直接 覆蓋掉 所以當你250的方案沒了之後 就是 你什麼都沒了 你會瞬間在網路上變成失聯的狀況 所以你如果想要繼續用網路的話 要嘛你就是再買一個250 要嘛你就是再買那個App 吃到飽的方案 大概8美金一天吧 一定會有像我 或是Herry 這一種 我們會非常重度需要網路 再幫我們執行工作 或是其他項目的 那這件事情 就會 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 你們在選擇方案的時候 要好好考慮清楚 如果你們搭的是 這種方案的話 幫我 幫我劈一下 頭上那裡 暈眩 對 暈眩 對 呵呵呵呵 對 黑羽它暈船暈得非常嚴重 而且我其實我有去跟他拿那個暈船藥沒有用 你剛有去買到暈船藥嗎 我剛有買到 我在想日本的暈船藥會不會好一點 昨天晚上我就是想說 我先躺 我就躺好了 然後我就這樣睡 然後 我平常其實是躺直的 然後又太暈了就這樣睡 然後早上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浪好像蠻大的 呵呵 對然後我就 啊 啊 好像吐 呵呵呵呵 黑熊聖龍活虎 我完全 你知道他鞋裡面就是 我想帶他 每一個紅血球上面都寫原住民山的字 我想要叫他去晃晃都不行 我說黑熊沒東西你自己去 我不舒服 最後呢我想要跟大家說就是 我覺得我在這個郵輪上面體驗 沒有很好的其中一個理由 其實我很清楚 就是因為 我的預算不夠 因為我沒有料到在船上的 消費會如此之高 再來就是你不做這樣的高消費 你就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這個是我完全沒預料到的 所以 如果你們有預計要來郵輪上面玩的話 我覺得這部分你們可能要先確認一下 比如說手冊啊 還是在船上能做什麼 是否需要額外再花錢消費 這個你們可能要先調查清楚 還要看你的手冊是新版還是舊版 不然就會像我一樣非常的窘逼 就是傻傻的就上來 然後你又不能跳船 中途跳船說我不幹了 然後就要這樣子想辦法耗時間耗過去 這一次 這支影片就大概跟你們分享 我坐郵輪 大概是 怎麼樣的感受 對人則上來蠻痛苦的 大家上郵輪前 先深思一下 自己的口袋 是否足夠的深 有沒有夠多的錢 再來就是 會不會暈船 好不好 上面這幾點分享給你們 好啦那明天的vlog 我們就看著辦吧 明天看到什麼 玩什麼吃什麼 反正都會拍進去 好不好 再來就是開心的返回基隆港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喔對 Herry的頻道 在視頻卡 接觸他們也會有 下次再見 掰掰 看 天亮了 在大海 我們其實離台灣很近了 我要補充 抱怨一個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最 最 最 不能接受的事情 加油 對 現在時間是 差不多 台灣時間 早上6點 可是他們說 7點 早上7點要退房 是日本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早上6點就要退房 退房之後呢 你們剛剛也看到了 我們還在海上飄 我們這個時候退房要幹嘛 我們就只能 發呆 就是 離開房間 自己去找 公用空間 我們下船的時間 這邊有一個表 我們每一個房間 應該說我們每一區的人 都會用這個 來區分 哪一批人下船 那 最尊絕不凡的人呢 台灣時間8點45分可以下船 那 我們是紫色的 所以我們要到 日本時間10點半 才能下去 也就是 我現在台灣時間的9點半 才能夠下船 那中間 我們6點就出去了 到9點半 我們有3個半小時的時間 不知道是要幹嘛的 那對Herry來說 非常痛苦的部分在 他 那你們有看的話應該就會知道他這幾天暈船非常的嚴重 但是 Check out 之後 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休息 他就只能 我們要去 甲板上吹風 可能會舒服一點 可能要去餵魚 我都還沒有提到我們真正要 就是集合要離開的時候 那些手續跟大量的人潮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混亂 當光這一點 我覺得我超級不能接受 我覺得他應該讓我們待在房間 我覺得我超級不能接受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 花費 就是要在外面發呆 有房間讓我們休息 怎麼可能今天下一批客人就上來了 我覺得不是可能 就這樣 那我怎麼想了 滑起來了 你知道嗎 我剛剛靠腰了這麼多 這個船 結果他居然講說 這個行程是他安排買單的 說是生日禮物 小胖 謝哥 有 然後今天啊 他的VTOP裡面一直抱怨 但是這個船真的 這樣 你是不是也這樣覺得嗎 你為什麼不敢或面對我 我來面對 你幹什麼 幹什麼 我就是要幹什麼 啊啊啊啊啊啊啊